Hello 大家好 我是动物学的阿哲 陈泽耀 游戏非常的热 我在东南亚国家啦 都远都相同 阿里山的姑娘妹 入睡啊 阿里山的少年床 入山啊 我会介绍你们去到奔承啦 因为有很多香港的朋友 比较喜欢奔承的 奔承是不错的地方 新马港台 新加坡的话 我会觉得 我那时候在新加坡拍戏的时候 有吃过 马来西亚的话 我会推荐 野江饭 港的话 菠萝包 台湾的话 当然就是午后饭啦 广中有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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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样子画下去 人家会怀疑我 广中有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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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就是那些人吗 这是鸡腿啦 这是饭啦 这是鸡腿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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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参巴啦 种种的东西 我自己本身是 一个吃货 就是很爱吃美食 我自己本身是 很爱吃货 就是很爱吃美食 2020年的时候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嘛 那我原本要去的就是 夜生活我觉得新加坡夜生活还蛮精彩的 而台湾的就是 是一个蛮丢脸的东西 像皮包 我就把它看成包皮 我就把它看成包皮 然后我觉得这个蛮丢脸的 香港就 就曾经在那边倒数活动 然后新加坡就是 拍戏的过程中 认出了很多很资深的演员朋友们 然后 都有一直在联络 对 特别像太明哥啊 栗珍姐啊 王天才他们 就是 那一个气氛上 我觉得大概是第二个家 台湾其实 我真的还蛮想跟鸡腿合作 香港的话 可能想跟 想学一下他那种很丑的样子 新加坡的话 王天才 Thomas他合作 因为 他算是我哥哥 他一直都在照顾我 对 只要我去到新加坡拍戏 他都会约我出来吃饭 然后我们当然也会讨论一些表演的东西 哈啰 大家好 我是东宇哲的阿哲 赶快下载Mplay 体验新马港台四种精彩